好,接下来我们看2019的联总考 Part2的部分,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可能只是考了那个选择题的部分 Figure below shows a ray incident from air into a prism What is a refractive index of prism? 所以这一边的话呢,它的 你可以看到的是它这个角度是C 而这个角度呢,你可以用180-70-60 所以如果这个角度是50,这个角度是40 那这个sinC应该就是50度 所以n是等于多少,n是等于 我们的公式,我背一个公式吧,不好意思 sinC是等于1除以n,所以n是等于1除以sinC sinC是50度,所以我们来计算机一下 1除以sin50 第二题,In figure below A monochromatic light strikes on the side AB In a triangular prism ABC with a refractive index of 1.53 and it's refracted along AC If the vertex angle 是70 What is the value of incidence? A 70 所以它要找i,我们看一下家瑜做到怎样 首先它用n等于1除以sinC去寻找出C来 呃,我们看一下这个值都不对 1除以370 为什么是370呢? 不不不不不不,1除以 1除以1.53 1.53 然后呢,再按shift sine answer 我们找到C 是40.87 81 过后呢,这个R呢,就会是等于70 减去这个角度 减去这个角度,我们就会找到R了 ok 那再来的是i是多少呢? sinI 就等于n n 就等于sinI 所以sinR n就等于1.53 这个就等于29.19 乘过去1.53 sinAnswer 再按shift sine answer 我们就会得到48.36 答案是东西 yes 再报名字 所以这题答案是东西 第23题 an object 7cm type is placed 15cm from the convex lens with power 5d the image observe is 这个5d 我们先去导数一下吧 1除以5 就会得到0.2 也就是是20cm 它的F是20cm 现在呢,是它的U 是放在15 你就会得到V 是等于-60 那就可以得到的一个资讯呢 就是说它的60嘛 对不对 60 U是15 那它肯定是放大了 而且它是变成许项 所以是virtual in reg 然后 放大也没有讲到 OK 它是virtual的 因为它得到负值 然后呢,virtual就一定是in reg 所以答案是1 diverging lens and converging lens of power of 3d and 4 60 respectively in contact 所以这一边的话呢,我们先看 我们的f分之1是等于f1分之1加f2分之1 我们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公式 所以是3加6就会得到9 所以9d 他要问的power 所以答案呢就是9d 这个非常简单 是送分的 有没有 陷阱中了陷阱 一个是diverging lens 一个是diverging lens 所以呢 这个3d应该是有负的 所以这个3d应该是有负的 OK 所以不好意思 6-3应该是得到3 所以整体答案是4 第五题 K1-K2 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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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如果我是这个情况 5cm刚好它又5cm 那它就会得回一个平行的线 对不对 所以但是呢如果是准准5cm 我就通过它O 我就会得到一个这样子发散的效果 发散的一个光线 所以这个呢答案呢可能 我觉得是B 我觉得是B Ok Ok再来 第26题 一个光线的光线在水 index N1 它变述在表面 跟水 一个光线的光线在水 N1 它变述在表面 跟水 很重要 是有哪个 Anger The Anger 是有角度C 所以这个角度C怎样算呢 我们是讲说sinC 是等于E除于N1 对不对 这个是Water的时间 之后他就讲说 如果我们现在放了一层油 一层油 那这个 angle between the ray in water and oil in the water 所以他就会变成了 我就可以折射出来吗 这样这个R是多少 OK 意思是说我们的sinR sinR sinR乘上N2 这个是Oil的 是等于N1乘以sinC 当然我们的N1乘以sinC 好像就可以等于E 所以就会得到E除于N2的Rsign 是打在这里 这题有少许的特别 原来跟N1完全没有关系 N1乘以sinC得到E N1乘以sinC得到E 所以套进第二个公司的时候 我们发现到我要计算R 其实不跟N1 就没有关系 OK 所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范图